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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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火箭发动机产生的推力矢量控制方向 使其在空中有着很强的机动性 而该导弹还采用了先进的无烟推进器 从而是发射时闪光很小 飞行时几乎没有烟机 不仅如此 A-Δ導弹配备的双色红外成像导引头 能够通过多种方式锁定目标 拥有视角大 灵活性高的优点 完全可以与流星 R77等世界顶尖空空导弹相提并论 而导引头上还装有抗幼儿软件 这意味着导弹具备很强的抗干扰能力 也正因为A-Δ導弹 拥有如此先进的性能 所以成为南非空军 积极寻求对外出口的重要产品 不过外界并不知道的是 在航展上引起巨大反响的A-Δ導弹 事实上只是一个试验品 并没有实物出现 因此南非方面 一心想要在航展上 将这款导弹卖出去的宏伟目标 最终只是竹篮打水 而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 南非方面并没有放弃 他们试图利用降价的方式来进行推敲 但同样是无人问津 其实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 非洲没有什么军事强国 更没有出现过什么高精尖的军事武器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应该说南非生产的这块导弹 确实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那您觉得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南非在整个的非洲国家里面 已经算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特别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 到80年代期间 那个时候的南非 实际上是非洲大陆最强的工业 国家或者工业强国 它甚至可以自己发展核武器 那么我们今天想想 其实我们身边的很多 所谓现在在发展核武器的国家 它的工业实力可能都不如 那个时候的南非 这为它的武器装备的发展 打了一个底子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 南非在整个的政治道路上 有一个大的变化 它把所有的国防工业这一套的东西 就给抛掉了 很多像核武器它自费武功 然后常规装备 应该说它的步伐减少了 就是减慢了很大的程度 但同时在一些小的 就所谓的小精尖这样的装备上 它走了一些步子 这个空空导弹 实际上就是这一类装备里面的典型 就是南非放弃了 争当地区强国 或者地区强权的想法 所以大的装备它不搞了 核武器也不搞了 但是作为一个有工业底子的国家 而且和西方有很密切联系的国家 它做一些独门的 或者说是大家都用得着的 常规的小装备 那么这个空空导弹 实际上是特别典型的南非式的装备 就是说技术成熟 然后有一定的特色 可以供一些的国家 满足自己特定的需要 然后价钱又不贵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那么这个导弹 还有一系列的南非特定的装备 在国际市场上 应该说是有它一席之地的 我们不管说是高精尖也好 还是小精尖也罢 总之应该说这一次 南非的这款空空导弹的成空出世 确实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但是实际上 这并不是这款导弹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那么早在几年前 这款导弹就已经跟公众见面了 接下来通过短片 我们去了解一下 2007年4月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航空展上 来自南非的肯特隆公司 带来其刚刚研制成功的 第一代A-Data导弹 并开始向参与展览的 各国代表进行介绍 而在这其中 作为东道主的巴西迈克特隆公司 更是对其大感兴趣 并很快与肯特隆公司取得了联系 试图进行联合制造 据了解 早在1995年 南非肯特隆公司 便提出了A-Data导弹的研制计划 但由于当时国内政局混乱 经济发展缓慢 该计划于1998年 被南非军方数值高股 并在很长时间内无人问及 而到了2006年 一直致力于研制新型空空导弹的 肯特隆公司不肯放弃 再次向南非国防部提出申请 恢复A-Data导弹的研制工作 但由于长时间 没有进行新导弹的研制 假设该导弹项目过于复杂 肯特隆公司无法独自负担 因此 当巴西麦克特隆公司 主动要求进行联合制造时 南非方面没有任何犹豫 便与之签订了相关协议 2010年7月5日 在肯特隆公司位于西开普的 奥福贝格测试法场上 一架南非空军的英式战斗机 成功试射了第一枚A-Data导弹 并取得了圆满成功 不过 令外界感到好奇的是 这款试射的A-Data导弹 实际上完成度大约只有90% 还有部分性能没有进行检测 刘潘老师 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 实际上在这款空空导弹 首次跟大家见面的时候 或者说是它试射的时候 应该说仅仅完成了90% 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个行为 难道是说南非对这款导弹 特别有信心 还是说它有一种心急的心态 90%的完成度 你主要是看它是指什么 有可能导弹的机械部分 或者说动力 战斗部 所有都完成了 可能有一些软件上 或者程序上都也还没有完成 或者说是它的某种战斗模式 还没有 就是整个战斗模式里面 有多种的模式可以选择 那么某种还没有完成 但是有的已经完成了 这种情况下 做一些飞行测试是没有问题的 第一 你通过飞行测试 最起码这个导弹的飞行性能 你是知道的 或者说它能够承受的最大过载 你是知道的 这些东西是你设计空空导弹的时候 最关键的数据 那么这些数据通过测试 一方面你可以及早地得知 自己这个设计是不是靠谱 是不是落实自己设计的想法 另一方面就可以知道 就是自己空空导弹 就现有的数据 为后续的 比如说剩下的10% 最后的收尾工程 做一个参考 另外我们注意到 实际上南非的中原导弹 并不是独立研制的 它选择跟巴西合作 那显然这不是一个强强合作 它为什么不选择欧洲 这样的军事强国呢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理解 在国际军贸市场上 如果是强国 那么它会有自己独立的 这个空空导弹 那么你要跟强国合作的话 就存在一个问题 别人为什么要跟你合作 别人自己的这个产品 直接就推到国际市场就可以了 那么它只能找一个 第一呢 同样有这方面需求 第二呢 自己拿不出来全套产品 这样的国家 巴西呢 跟南非非常强 在上个世纪 这个80年代以前 就是在军政府统治时期呢 实际上它也搞过核武器 有过核计划 当时南美大陆上 巴西和阿根平甚至搞过 潜在的核竞赛 就是双方都想做核武器 那么也是在上个世纪 80年代 整个世界大形势变化之后 那么巴西放弃了自己的这个核计划 但是它的这个军工产业 特别是航空航天这一块呢 留下来一些底子 我们都知道 就是巴西有这个支线客机 那么这种这个工业生产能力 可以说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 是独一份 那么这个时候 它和南非呢 各自做一个合作的这个项目 可能对巴西来说 就相对来说 是一个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方案 自己这个按照自己擅长的事情 出一些这个份额 比如说这个技术 比如说某一些 从跟西方合作的这种途径 另一方面呢 等这个导弹拿出来之后 自己可以从这个项目里分成 自己的这个空军 还可以装备 那这些可以说是 巴西和南非这样的 国家合作的一个基本前提 所以我们理解的 即便不是强强联手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也是选择到了一个 非常合适的合作伙伴 实现了互利共赢 而且我们看到 正是因为如此呢 这款导弹 也将迎来新的变化 究竟什么情况呢 继续往下看 就在南非的 A-ΔT空空导弹 成功试射后 仅仅三年 肯特隆公司 再一次突发起下 试图将这款格斗弹 改装为战术防御导弹 并很快取得了 南非军方的认可 2013年2月20日 肯特隆公司 与巴西 麦克特隆公司 取得联系 在得知对方 也对这一计划 十分感兴趣之后 双方便再次展开合作 2013年12月23日 就在圣诞节前夕 在位于南非最大城市 约翰内斯堡一夕 约20公里的空军基地内 刚刚研制成功的 陆基版A-ΔT导弹 进行了首次试射 并成功命中目标 不过 这枚试射的导弹 只是在尾部 挂载了一台简易的 火箭发动机 来进行助推发射 还无法称之为一款 货真价实的 战术防御导弹 而根据这一问题 巴西迈克特隆公司 为陆基垂直发射型 A-ΔT导弹 设计了一个新的 更长 更粗 动力更强的 主火箭发动机 从而不再需要 助推发射 其射程以及机动性 将会得到空前的提升 不仅如此 为了让陆基版A-ΔT导弹 更快地投入使用 南非军方并没有 为其单独设计 导弹发射器 而是将肯特隆公司 现有的卡车拖叶式 四连装机动发射器 进行改进 不过为了更好 适应未来战场的需要 A-ΔT导弹的发射器 还可以装在 各种小型舰船上 随时做好 出海作战准备 其实刚才我们就已经说过了 南非的这款 A-ΔT空空导弹 已经算是非常成功了 但是我们注意到 现在南非还要吃巨资 要把它变成是陆基导弹 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这个是国际防空导弹 或者说是空空导弹 市场上挺常见的一种做法 就是一个成熟的空空导弹 那么它的在空中进入 就是发射之后 那么去接近目标 这部分等于是都解决了 如果能把它转成陆基 那么再打比如说直升机 然后巡航导弹 那么低空的 速度较慢的这种目标的时候 这样的空空导弹 为基础改装的低空导弹 往往会比较有优势 这个的好处就是 第一它可以省很多钱 我们可以看导弹的图片 实际上它就是在空空导弹后边 加了一个火箭助推器 我们看橘黄色的这部分 就是它的后三分之一这部分 就是改成陆基导弹之后 加装的火箭助推器 前边就是空空导弹本身 这个其实并不花什么钱 它只需要突破地面发射这部分 还有就是陆基上 地面上要有一些像制导 指挥这一部分 那么导弹本身它可以省很多钱 它就可以多一个 低空导弹这个项目 那么国际市场我们知道 像低空打武装直升机 低空打巡航导弹 包括打对方的 稍微大一些的无人机 现在是很流行的产品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市场潜力是很大的 等于说南非很好的 将这款导弹举一反散了 那在此过程当中 谈到南非的国产导弹 实际上我们不得不提到 一款名为叫猛禽的导弹 它应该说是南非国产导弹的源头了 那接下来更多的详情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 A-Delta导弹一鸣惊人 让人们对南非的军工能力刮目相看 事实上早在几十年前 南非便已经开始先进制导弹的研制工作 并在90年代初期 成功研制了一款名为 猛禽的精确制导弹弹 不过刚刚面试的猛禽导弹 在南非方面近乎吹嘘的宣传中 竟然称为众矢之地 首款导弹高调亮相 疯狂宣传引人关注 一款备受南非军方信赖的新式导弹 是否真的破真价实 那么这个其实都是少花钱多办事 而且是短平快这样的一个项目 猛禽导弹升级改进 全新面貌令世界瞩目 历经十几年淬炼的王牌导弹 能否一飞冲天 这个对在中小国家来说 这是非常管用的动作 外销导弹横空出世 价格低廉吸引买家 曾经受困于出口困境的南非导弹 能否就此走向世界 很多国家在表示潜在的兴趣 这个也说明它在这个 经营上是成功的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王牌导弹亮相航展 众多国家疯狂抢购 一款产自非洲的空空导弹 为何如此抢手 这个导弹还有一系列的南非 特定的装备在国际市场上 应该说是有它一席之地的 南非武器历史悠久 先进技术媲美豪强 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非洲国家 到底为何能够成为导弹强国 这实际上是非洲大陆 最强的工业国家 或者工业强国 陆基防空导弹即将面世 强大性能也能侧目 从未接触过这一领域的南非 是否真有能力度过难关 现在是很流行的产品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市场潜力是很大的 国产直升机经验亮相 搭配王牌导弹成为焦点 实力并不强劲的南非空军 是否有能力凭借王牌组合 占据一席之地 沙场推出争相抢购的 南非王牌正在播出 随着A-Darter导弹的扬名立万 南非的国产武器 受到了世界的关注 而与此同时呢 一款名为猛禽的制导炸弹 也受到了强烈的关注 甚至被外界评价为 南非国产导弹的鼻祖 不过这款名为猛禽的南非导弹 虽然名气大 但是却在国际市场上 始终无人问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南非肯特隆公司 并开始着手进行了一系列 制导导弹的开发项目 其中H-2电视制导导弹 于1988年成功进行测试 并取得了成功 但由于该炸弹采用电视制导方式 而且投放距离也只有60千米 难以满足军方的需要 因而没有大量装备 最终H-2导弹 在军方的一片质疑声中 不了了之 而就在这时 肯特隆公司提出了全新的计划 研制一款性能更加先进的导弹 据了解 肯特隆公司研制的全新导弹 被命名为猛禽 该导弹重1200公斤 其中50%的重量 为轻撤战斗部 或者破片战斗部 杀伤威力不输给世界任何先进导弹 而其误差更是仅为三米 这一数据 即便在欧美等强国的导弹家族中 也名列前茅 除此之外 猛禽导弹的最大射程为130多公里 选用惯性制导 以及红外制导等多种方式 而且在飞行过程中 炸弹还可以变换攻击目标 可以进一步增加准确率 不过 作为南非 肯特龙公司研制的第一款制导导弹 其诞生以来 并没有参与过任何实战 其真实作战能力 还是一个未知数 不仅如此 在1994年的测试当中 猛禽导弹曾出现物机 以及延迟发射等问题 进一步加大了外界 对其真实性能的质疑 也正因如此 猛禽导弹始终没有对外出口 说到这个猛禽导弹 它实际上是由老式的HR导弹 改装过来 那么应该说 它才是南非第一款制导导弹 那么在此过程当中 我们当看到它这个宣传片的时候 应该说南非对于这款导弹 是信心满满的 那您觉得这个信心从何而来 南非在这种特定的小的装备上面 它实际上是很有想法的 就比如说我有了电视制导炸弹 那么我就在它基础上 加一个滑翔的装备 滑翔的组件 就让它变成一款更远的 能够火力圈外发射的 滑翔的电视制导炸弹 包括刚才咱们提到 我有一款成熟的空空导弹 格斗弹 我就在它后面加个火箭出推器 变成一个成熟的地空导弹 或者说近距的防空 要地防空这样一个地空导弹 那么这个其实都是少花钱多半事 而且是就是短平快这样的一个项目 对于它这个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来说 是非常合适的做法 的确应该说是猛禽的出现 确实让它的生产方 肯特罗公司是信心倍增 那么一款能够挑战欧洲各大强国的导弹 也横空出世了 我们继续往下看 2014年9月 巴西里约热内炉召开的防区外武器展览会上 来自南非的肯特隆公司 对外首次展示了猛禽三导弹 据肯特隆方面介绍 这款改进型猛禽三导弹 射程由原先的130公里 增加到了300公里 战斗部重量所占比重 也增加了5%左右 不仅如此 所有紫系统都封装在弹体内部 外形更加简洁 而由于采用了毫米波雷达引导头 大大提高了导弹的抗干扰能力 并使猛禽三的精确度得到了进一步延伸 不过 在展览会上引起了世界关注的猛禽三导弹 只是一个模型而已 所有性能 全部来自南非肯特隆公司的书面简介 同此前出现的老式猛禽导弹一样 这款导弹也从没有经历过实战 甚至连实物模型都没有 因此在此次展览会上 猛禽三的性能虽然引起了关注 但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决定购买该型档单 短片当中提到 实际上在2014年 当时南非只是展示了猛禽三的一个模型 但是外界很快对它就好评如潮 我们怎么去理解大家或者说外界这种评价呢 应该说猛禽三的整个的设计理念是现在最前沿的设计理念 第一就是它有很好的战斗部 它的比例特别高 比如说1200公斤的弹重里面 600公斤是战斗部 也就是说我飞机抛射出去的重量 有一半都可以最后砸在对方的脑袋上 那么抛射战斗部的 战斗部重量占整个弹药重量的比例 实际上是一个衡量弹药性能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比如说有的炸弹或者说有的导弹 一吨或者两吨的整个的弹重 但是最后战斗部重量只有150公斤或者300公斤 那它可能很大的一部分的重量是要用在推进机 用在发动机 用在整个的弹体 用在这方面的 而它的战斗部的比例 就战斗部的重量占全弹的比例明显是很高的 这就说明它的设计效率很高 另一方面 它用了比较小的动力部分 然后比较大的滑翔和整个的后续的气动设计的一部分 使它可以用很小的成本实现300公里的射程 300公里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现阶段绝大多数国家的防空导弹 等于是打不到你的载机的 这个对于很多国家来说非常的实用 一般的像包括爱国者这样的导弹 实际上你让它在斜距上达到300公里的射程 而且能够有效击中你的载机 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这个其实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 这就是火力圈外发射的巡航导弹 或者是火力圈外发射的终极的这种战略武器了 因为绝大多数国家不靠核武器 就是靠这个常规武器来打击对方 而且小国你打击对方的这个装备本来就有限 所以这个对在这个中小国家来说 这是非常管用的装备 所以我们说在猛禽的研制上 南非确实算得上是成功的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成功的过程当中 南非并没有止步 他们更希望研制一款能够卖得出去的武器 那这又是谁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两种猛禽导弹由于缺乏实战表现 以及性能存在一定问题 始终没有打开国际市场 而肯特龙公司并没有因此放弃 他们还在开发一种新型反坦克导弹 并尽量要求其价格低廉 以打入国际市场 最终经过十几年的努力 一款名为猎豹的制导导弹 终于出现在人的面前 据了解 早在研发猛禽导弹时 肯特龙公司便同时开发了第一种 用于反坦克的制导弹 并将其命名为贺宇燕 但遗憾的是 这款导弹仅仅生产了十几枚 便由于性能问题被最终放弃 而在此基础上 肯特龙公司进行了大量改进 研制出了一款重28.5公斤 射程5000米的反坦克导弹绿号 该导弹能够通过导弹发射器 发出的编码激光束 确定自己的位置 沿直线飞向要攻击的目标 命中可以达到90%以上 除此之外 为了提高导弹抗干扰能力 猎豹还采用了复合制导系统 增强了在恶劣气候条件下的 作战以及保证夜间作战中的 命中精度 正因为这款导弹具备如此先进的性能 猎豹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 便已经实现对外出口 其中 阿尔巴尼亚成为了该导弹的 忠实用力 曾一次性购买了200枚 并全部用于该国空军的 改进型米二四死路装飞升机 而在2010年10月15日 猎豹导弹被列入欧洲直升机公司 作战型BC-135直升机的武器系统 并随之一同出售给伊拉克 以及科威特 不仅如此 猎豹导弹的成功出口 还引起了更多国家的注意 甚至连一项财大气粗的阿联酋 以及沙特也对这款导弹充满了兴趣 并正在与南非全方商议相关购买协议 我们在看猎豹这款导弹的时候 应该说它同样是吸引能先进 甚至是吸引到了很多外国人的目光 那么宏观地去看这款导弹的话 您觉得它是否能够在国际市场上 站稳脚跟 或者说能够挑战那些欧洲强国呢 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已经是站稳脚跟了 它实现了一些出口 有很多国家是买了少量的买了装备 因为这个装备买太多不打仗的国家 买太多也没用 这样的装备其实特别适合中小国家 或者说是局部冲突使用 第一它的价格并不高 和国际市场同等的装备来比 南非的导弹一般是处在中油的水平 中油偏上一点这样的价格 第二南非愿意大量出口 然后第三南非跟非洲很多国家 它有比较好的人际往来 就很熟悉的关系 那么它可以通过这些人脉关系 向外销售这样的导弹 就这个导弹本身来说 可以说在当代的反坦克导弹里面 处于中规中矩这样一个水平 服务做的也还不错 价格也还可以 它的市场定位是非常准确的 就是中等中小国家 稍微有一点钱 然后又需要这样的 有一定性能要求的这样一个市场 那么应该说这款反坦克导弹是特别典型的市场里面的装备 所以现在你看已经有了一定的出口 而且有很多国家在表示潜在的兴趣 这个也说明它在经营上是成功的 刚才说到了这么多导弹 我们一直在说南非可以实现导弹的国产化 而实际上对于南非武器装备的国产化上 一直起到领头羊的 便不得不提另外一款武装直升机了 应该说这款直升机也是受到了 世界各大飞机巨头的认可 接下来通过短片我们去看一下 上个世纪90年代 随着国产武装直升机时差损的首飞 曾经无人关注的南非军工 一跃成为世界焦点 大家纷纷为这款直升机的强大性能而感到惊讶 不过首飞成功的时差损 却在即将服役的前夕 遭遇了沉重打击 险些功亏一篑 时差损首飞惊艳事件 艰难服役导致问题不断 一款被设为南非骄傲的武装直升机 为何恶运为脸 它提出的时候的这个背景 和它服役时候这个背景就完全变化 天上之别 直升机排行榜高调亮相 时差损多次位列前往 曾经问题重重的南非雄鹰 是否真的名乎其实 时差损的排名可能还能再靠前 因为通过能够研制 独立研制武装直升机的国家 就非常有限 东拼西凑导致出口困难 薄弱基础造成尴尬现状 火域参半的时差损 是否有能力飞向世界火台 把一些小的细火交给它 是可靠的 是可以放心的 这个其实对南非来说就是很大的成功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王牌导弹亮相航展 众多国家疯狂抢购 一款产自非洲的空空导弹 为何如此抢手 这个导弹还有一系列的南非特定的装备 在国际市场上应该说是有它一席之地的 南非武器历史悠久 先进技术媲美豪强 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非洲国家 到底为何能够成为导弹强国 南非实际上是非洲大陆最强的工业国家 或者工业强国 陆基防空导弹即将面世 强大性能也能侧目 从未接触过这一领域的南非 是否真有能力度过难关 现在是很流行的产品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市场潜力是很大的 国产直升机惊艳亮相 搭配王牌导弹成为焦点 实力并不强劲的南非空军 是否有能力凭借王牌组合 占据一席之地 沙场推出争相抢购的南非王牌 正在播出 几款国产导弹 让世界对南非的军事实力是刮目相看 但真正令世界对南非 另眼看待的并不是这些导弹 而是一款能够与阿帕奇比肩的武装直升机 它就是由南非自行研发的实察所 不过呢 这款让南非自豪无比的武装直升机 却在诞生之初遭遇过无比艰难的困境 甚至险些无法起飞 上个世纪90年代 在位于南非德班市东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 一架外形新颖的武装直升机 正在这里进行着起飞前最后的准备工作 十几分钟之后 武装直升机在巨大的螺旋桨噪音中顺利升空 并接连展示了几项让人目瞪口呆的机动动作 而这架备受关注的武装直升机 便是大名鼎鼎的十查笋 据了解 十查笋武装直升机高18.7米 最大起飞重量达到8.7米 是南非军方装备的最重的武装直升机 而根据南非政府提出的要求 研制的这款武装直升机 必须足以应付各种地对空导弹的威胁 并且要在极度险恶的环境中 进行禁具空中支援和反坦克 反火炮作战 以及为运输直升机护航 不仅如此 十查笋还十分前卫地采用了隐身设计 其较小的机身正面横截面 透略时短翼 以及富有金属膜的驾驶舱 无疑不是为了隐身而存在 除此之外 它还具有主动电子对抗手段 和良好的贴地飞行性能 这也大大减少了被雷达探测的可能性 不过 这架备受关注的武装直升机 十查笋却一直到1995度才正式 而根据南非方面给出的解释 由于非洲特殊的地理环境 再加上南非多热带云云 这对武装直升机的技术要求非常之高 以至于必须安装高精度的雷达导航设备 才能满足实际作战需求 而南非国内薄弱的军工基础 导致其很难满足这些过于苛刻的要求 因此 十查笋武装直升机 不得不推迟了五年才正式服役 不过 这种解释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 有部分南非媒体认可 十查笋武装直升机推迟服役 应该另一面 本篇当中介绍说 这款十查笋武装直升机 它是在91年进行了首飞 但是应该说是在95年的时候 才装备了部队 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这段时间 其实我觉得在军工产业本身 四年的从首飞到服役 四年并不算特别长 但是这段时间南非却是发生了大事 就是十查笋提出的时候 南非还是一个 有地区强权想法的国家 但是等到它1991年首飞的时候 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是90年的时候 整个南非老的 种族隔离的政府垮台了 曼德拉出狱 然后曼德拉成立了新的政府很快 基本上就是在冷战结束的同期 出现了这样的大的变局 整个南非的国家的发展方向也就变了 不再追求以前那些想法 那这个时候你要这个东西 其实作用就没有那么大了 比如说南非从南非撤军了 南非从南非撤军了 那我还要反叛乱的这个装备干什么 南非国内又没有这样 然后因为种族隔离制度也已经推翻了 那我要这款直升机的意义就不大了 在地面上 我们不会有哪一个国家主动去进攻南非 因为南非周边的国家都比它弱很多 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直升机当时面临最大的问题 就是它提出的时候的这个背景 和它服役时候这个背景已经完全变化了 天上之别 所以这个可能是时差损当时命运很大的一个转折 所以我们说它的服役之路也算是磕磕绊绊的 但是我们注意到 应该说南非对于这款武装直升机的要求 是丝毫不放松的 甚至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那您觉得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原因恰恰是因为它的需求问题 在它这个服役之后呢 因为整个的这个南非陆军 对于这款直升机的需求就非常有限了 不打仗了 然后也没有这个直升机用得着的这个地方 那怎么办呢 这个直升机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口 但是你要出口的话 你这个竞争的这个对手就多了 一方面有美国像阿帕奇那样的直升机 美国在低端的有这个超级眼睛蛇 那么如果是苏俄这一系的话 有这个米尔4和米尔8这样的这个选项 当然也有卡50卡52这样更先进的战斗 这个直升机 那么包括这个其他的 像欧洲国家有这个虎式的直升机 也有这一个系列 那么你要跟它这些这个直升机竞争的话 那你这个直升机的这个性能 可能就需要再提一个档次 而不是南非军队自己用的这个档次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大问题 当时提出这个项目的时候 主要还是想自己用 然后拿这个东西来满足自己当前的这个使用的这个需求 这个是没问题的 因为查损这个 就石查损这个直升机总的来说 其实还是挺皮实的 但是等到出来之后 整个国际国内形势全变了 那这个时候你只好对它提出更高的一个要求 然后争取用这个东西来打入国际市场 所以说这个石查损真的 它的这个服役之路是磕磕磕磕磕 但是我们注意到一旦它出现之后 应该说确实是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而且随着一份榜单的出现 应该说将这一款武装直升机推到了世界的潜力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2016年6月3日 某权威军事网站上出现了一份武装直升机排行榜 在这份榜单上 包括米尔巴号鞋 以及虎视等世界先进武装直升机均名列其中 而就在这份榜单中 大家突然发现 来自南非的石查损武装直升机赫然在列 并排名第十 据了解 在这份榜单的排名顺序中 一项最大的参考条件 便是武装直升机对于坦克的摧毁力 而在这方面 石查损受到了世界各国军事专家的认可 该机装有机炮 可带火箭 导弹等制导武器 火力十分强劲 与米尔巴号节不同的是 石查损炮塔安装在机头下前方 而不是在机身的正下方 这个位置有利于空战时的射击 因为机炮上射击范围不受机头遮挡 不仅如此 该机的炮塔 还可以随主瞄准距 以及头盔瞄准距的运动而转动 飞行员与射击员都可以使用机炮 其中飞行员有优先使用权 不过 当这份榜单出现之后 依旧有军事专家认为 随着A-Derta 以及猎豹等先进导弹的先后武艺 石查损 还有着很高的提升空间 其排名还可以继续上升 甚至可能超过一些西方的知名武装直升机 我们看到在这份榜单当中 应该说石查损和这个世界顶级的直升机并列在一起了 但是我们想知道 首先这份榜单它的这个权飞性究竟是否可靠 南非能够拿出这个武装直升机 就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都说 刚才也提到 就是南非它最擅长的装备 实际上是小金尖的装备 航归兵器这块东西它比较适合 空空导弹 或者说是像地空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小的要力防空的这个防空导弹 这些东西是没问题的 但是武装直升机 其实对一个国家的这个综合实力要求挺高的 包括中国的这个武装直升机 我们也是最近这些年才刚刚实现突破的 南非在90年代就能拿出失差损 其实比我们当时的水平要高 在90年代这个时候 它节点上 它的这个武装直升机的研制水平和发展程度 比我们的这个航空工业水平要高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应该肯定南非的这个水平 刚才提到这个榜单是2011年的 如果你要是在90年代中期发这个榜单的话 那这个榜单上可能根本就没有中国的这个装备 而且可能前面只有美 然后苏俄 然后就是这个欧洲几款 然后失差损的排名可能还能再考前 因为通过能够研制 独立研制武装直升机的国家就非常有限 所以说呢这个失差损能够上这个榜单 能进入top 10 应该说也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它的性能 但是尽管啊 我们说这个失差损作为这个南非这个国家新尖上的宝贝 但实际上这款武装直升机自身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那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一下 尽管失差损武装直升机被外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但对于南非军方来说 这款被视为骄傲的武装直升机还有着很多病他们头痛的问题 事实上 早在失差损研制之初 由于南非军方缺乏直升机发动机的研发经验 加持该机所要求的性能过于苛刻 因此在无奈之下 南非只得向国外寻求帮助 而当时作为其空军主力的美洲豹直升机 很快便成为了首选目标 随即南非军方马上与该机的制造商 法国国营航武工业公司取得联系 得到了改装美洲豹发动机的许可 并很快开始相关工作 1989年 实差损的心脏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但由于该发动机还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产物 设计思路早已过时 假设没有装备先进的毫米波雷达 实差损的性能受到了很大限制 然而对于实差损来说 最大的困难并非性能问题 而是其始终无法对外出口 据悉 由于西方国家对南非的友谊孤立 导致该国大量武器装备 无法顺利对外进行销售 而被誉为南非雄鹰的实差损 更是让各大航空巨头感到压力 纷纷在国家市场对其进行排挤 试图彻底赶走这架碍事的武装手机 除此之外 受到南非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制造商也无法向 有潜在冲突可能的国家出售武器 导致实差损没有任何的实战有限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 即便号称是国产化的实差损 但实际上它也应该算是拼接的产品 尤其是在进入国际市场的过程当中 受到很多国家的制约 那么在此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看出来了 这样的一个问题 恰恰也是现在南非这样的国家 那么实现无期国产化的最大问题 南非这样的国家 它的工业体系是不完整的 因为你的国力 综合国力底子就是这个样子 门门类类全都摆齐的话 成本非常高 你也用不起也用不到 所以它实际上就是注定了 它要搞大的武器装备的时候 必然要使用国外的部件 甚至是主要部件 比如说直升机的发动机 这种情况下 你这个里面就肯定一部分要受制于人 另一方面就是别人也不见 会专门为你研发一款 特定满足你需求的装备 比如说发动机的 在炎热条件下使用的状况 比如说在沙漠条件下使用的状况 它是不是特别符合你的需求 这个不知道 这可能是南非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这些东西其实也是要 南非在它的装备发展里 不断就是它要提升的 但是对于这样的国家来说 要不断的提升这个装备 本身就要付出巨大的成本 所以这可能都是南非这样的国家 发展像类似武装支撑机 这种比较大的成套的武器装备里 面临的很大的一种困难 所以我们说在南非的身上 我们也看到了 作为第三世界国家 应该说在实现国产化的道路上 确实也并不容易 那么今天既然说到这儿 我们就想了解一下 像南非这样的国家 尤其国际的影响力也不够 而且自己的国力也不够 那究竟如何去发展自己的武器国产化 南非虽然是发展中国家 但是它是应该说是 曾经站在工业化的门槛上 就是差一点进去的那种状态 我们今天经常说一个概念 叫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经常说拉美国家 像巴西亚阿根廷 他们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非常富裕 但是后来没有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南非实际上一度也站在那个行列里面 差一点就进去了 那么它的武器发展道路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小经济 不要搞大的整套东西 因为大的整套东西涉及的紫系统越多 对你的工业门内的要求就越多 而这个是南非这样中等国家 它的体量达不到的 另外南非它有一个特点 它的企业和欧洲关系比较紧密 所以它市场化程度是很高的 售后服务 事前的市场的推广展销 然后这个营销的这个过程 这个它是西方的这种发达的这种市场化影响非常大 所以说它这样的这个国家呢 在国际武器市场上应该是有它一席之地 它自己现在也在抓它的这个一席之地 做一些这样的一个装备 某种意义上来说 可能以后我们提起南非的军工产品 就是对它一个特定的这个印象 就是它有几样拿得出来的这个品牌 然后把一些小的细货交给它 是可靠的 是可以放心的 这个其实对南非来说就是很大的成功 A-Delta导弹在航展的经验亮相 让很多人了解到南非这个国家不容小觑的军事实力 不仅如此 随着猛禽导弹以及十差寸直升机等先进装备的亮相 南非的军工实力更是让人刮目相看 不过不太完善的工业体系 十分薄弱的军工基础 注定了这个非洲国家 目前还无法制造出领先世界的装备 他们的国产武器要想走出国门 还要经历更多的困难 米二四现身莫斯科航展 全新外形改头换面 武装直升机变身VIP客机 究竟有哪些先天优势 双人机组被迫放弃 八人座舱全面升级 出人意料的俄罗斯VIP直升机 能否成为国际市场的新宠儿 另类的武器设计背后 究竟暗藏着怎样的奇特创意 沙场敬请收看